6月15日天定一号发布股票停牌公告 新三版购牌公司天定一号正式向主板发起中期 停牌前天定一号的总市值达到了79.56亿元 作为继东鹏特影之后又一家IPO的饮料公司 其背后的创始人并不简单 他的名字叫陈生 首先他是一名80年代毕业的北大高材生 其实除了创办天定一号之外 他还是全国最大的土猪肉连锁品牌 一号土猪的创始人 陈生这半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比起他的师弟陆布宣 陈生则更为乐观 陆布宣曾受邀去北大演讲的时候 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给北大丢脸了 而陈生则不这么认为 他曾经豪迈的说过 就算我们去卖猪肉也要卖出北大水平 实际上陈生的家庭并不算富裕 作为普通的广东的农家子弟 在考上北大之前 他也经历过一次银落孙山 面对田间地头的辛苦劳作 他是要摆脱贫困 于是他选择了复读 第二年他成功的考上了北大 并且成为他们村子里第一个大学生 考上北大之后 贫寒的家境让陈生犯了难 因为他们家根本凑不起学费 最后还是在全村人的帮助下 凑足了学费 从这时候起 摆脱贫困的念头 就在这个年轻人的思想里深深的扎上根 这也为后来他免费的为村民建别墅 买下了伏笔 北大毕业的陈生被分辟到了广州市委办公厅工作 而他领到第一个月的资资是86块钱 对于贫穷的记忆让他不甘心 就这样在挺之内待一辈子 尤其是当他看到广州农贸市场卖鸡的哥哥 一天就能够赚到35块钱的时候 辞职创业的念头就已经在陈生的心头浮生了 在当时从抵日内离职是一件天大的事情 当他提出离职之后 当时他的领导极力的劝他不下 他的母亲也更是闹到了单位 即使这两方巨大的压力困扰了这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但是他依旧没有妥协 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辞职之后 陈生并没有很明确的方向 辞职的前半年 他选择了摆摊卖衣服 结果他又觉得卖衣服很没意思 于是开始了卖菜卖酒等生意 直到1990年 他看见了房地产的机会 于是他带着五六年积攒下来的一百万 毅然决然的投入到了房地产行业 1997年 两通来自不同朋友的电话 让陈生注意到了醋饮料这个项目 当时他已经是占家手续一纸的地产商了 雪碧对醋让他果断的察觉到了其中的伤心 于是他很快用生产酒的设备进行了生产调试 没想到的是 仪式变成功了 他给这款饮料取名为天地一号 落后的生产设备 以及非常低的产量 也没能够阻止这款产品的成功 仅用了三个月 这款产品就实现了引力 2003年 陈生成立了天地一号有限公司 但是饮料的失利并未让陈生很下脚步 在经营天地一号的同时 他打起了养鸡的主意 不过这次运气并没有那么好 因为一场禽流感 陈生一把就赔掉了一千万点 养鸡不成 他又想到了别的 于是他在市场上做起了调研 发现广东的土猪在市场 只占到了出入市场的百分之一 经过一年的准备 他将他的师弟杜布勋从西安拉到了深圳 2007年 陈生的土猪一经上市就取得了成功 到了2012年 土猪一号的销售额就超过了7亿元 2015年 天地一号在新三盘挂牌 挂牌当天市值就超过了百亿元 几后的几年 走到泥潭中的会员也差点尾身于天地一号 最后呢 因为种种原因 这笔36亿的收购最终腰胆 天地一号市场拓展的问题上 该饮料目前还只能立足于广东 2020年9月 陈生在接受采访去表示 天地一号的省外市场仍是亏损状态 也就是说 天地一号想业绩稳度增长 省外市场是必须要啃向银河骨头 如果外部市场拓展的好 那么天地一号必然会再上一个台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吴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启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